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大家是想完成一些基础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像后面我们会讲到python中的类 类呢就是说在初学的过程中呢 你是基本上是是那个接触 是前期呢你只有你代码写了大量之后 开始整理你的代码 写成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的时候呢 你可能才会用到 所以说你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写代码呢 就是你开始学的时候呢 大部分都是在像notebook里边去写啊 那么你就会用到大量的调试 这个时候呢打印一行字符串呢 可以呢方便我们学习 你也可以方便去查看一些结果等等等等 所以说字符串函数呢 在我们编程中是经常用到的 所以呢这里我给大家详细的 着重的讲解一下我们的字符串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说了就是说我们讲hello world的时候呢 我们讲到字符串是被引号引起来的 至于是单引号呢 双引号呢都可以 我们说这里我们打印 这里再给大家讲一点 说我们这个notebook的一个用法 就比方说 如果我这里 其实我这三行呢 都是复值语句 它没有任何的一个最后呢 没有返回值 如果我最后再加一行呢 大家看到 它在我的下面呢 就输出了一行了 notebook里边一个框 如果是扣的类型的话呢 它只反 只输出我们最后一行 如果有返回值的结果 如果你最后一行没有返回值呢 整个的呢 它就不会去打印了 所以说如果你想 所有的东西 想要的结果都输出出来呢 你就在里边呢 用到我们这个打印语句就可以了 说一下 如果说你比方说 我这里输写两行 是吧 你觉得反为两个了 但是呢 它也只输出一个 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 上面的这个呢 它就不输出了 这是我们使用notebook的 一个简单的小地方 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呢 就是我们说的提到的一点呢 比如说 这里把这个提示呢 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我用注释的 我用注释的方式 给大家标出来了 就是 字符串呢 可以用双引号 也可以用单引号 通过单双引号的恰当使用呢 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字符转译 也就是说 避免使用 也就是说 就是说 可以 可以避免使用 这个 这个反鞋杠 这个 转移字符 转移 字符 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技巧 下面呢 我们真正的开始讲 字符串的 会用到的 很多的操作了 首先呢 第一个呢 哎 刚才我们讲 数值的时候呢 讲到 我们的数值是可以做 加减乘数量的运算的 其实呢 我们的字符串 同样 也是可以进行 加法运算的 比方说 我这里有一盒 说一个 LINE吧 LINE 好 我取一个名字叫 你好 空格 区幻看 然后呢 再取一个 叫LINE1吧 这里 去LINE1 LINE2 这里呢 我们选 你好 小姐姐 这里呢 我们加一个 the pro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用加法操作呢 来把我们的 就是两个字符串呢 给加起来 连接起来 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哎 这样我们加起来之后呢 我们的LINE1 跟LINE2 就重新拼凑出了一个 新的字符串 它是我们上面 两个字符串的 一个连接 这里有假意空格 好一点 哎 不是 你好 小姐姐 没有任何问题 非常的方便 我们凭借字符串的时候呢 用加号 就可以了 这里我给大家标注一下 这是 加法 字符串的 加法操作 没问题 加法 字符串可以用加法操作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还可以用 乘法 比方说我这里有个LINE 你好 这个时候呢 我又生成一个LINE 乘以3吧 这里我用一个空格 LINE乘以3 它会返为什么呢 哎 大家可以看到 它返回了我们 这字符串呢 重复三个拼速出来的 这么一个字符串 我们这里是乘以3 当然了 乘以几 它就拼接几个 是不是 非常的方便 就不用我们手写去拼接 就要乘法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 字符串 的 乘法操作 乘法 我们通常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呢 哎 我想看一下 这个字符串里边呢 有几个字符 也就是说 这个字符串 是多长 多长呢 我们就用到一个函数呢 就叫愣函数 其实就是愣死的减写 我们愣函数 去愣一下我们的LINE 这个时候呢 他输出了一个6 比如说 我们这个LINE这个字符串呢 它的长度呢 是6 有的同学可能就会问 有一个好奇的地方 比方说 我们这里LINE 这是1 2 3 4 5 6 一共是6个字符 后面我LINE乘以10了 为什么这里 我愣一下这个LINE之后呢 它还是原有的这个 LINE的长度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一下LINE 我们发现LINE这时候呢 它其实没有变化的 这里就讲到 Python中呢 我们的字符串呢 是不可变 不可变类型的变量 字符串 是不可变 类型的变量 有的同学啊 遇到这个 不可变类型的时候 往往呢 会产生一个这样的疑惑 比方说 我LINE是你好 这个时候呢 我就说 不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 大家说了 我LINE 是不可变类型的变量 这个时候 我改变了它的值 说LINE 是 这不已经变成了 不好了吗 它的值 不就已经改变了吗 是不是 这里呢 需要 着重的给大家提一下 字符串呢 的确是 不可变 类型的变量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这里用到的 这个LINE 它 它相当于是说呢 它是这块 不好 不好呢 比方说 大家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 我这里定义一个LINE 等于 你好 你好 这个字符串呢 它存在于我们的内存中 LINE呢 就好比像是一个 一个什么呢 一个指针 或者说 它指向了我们 这块内存的地址 比方说这里 我们Python中呢 有一个函数 叫ID ID函数呢 就是可以 打印我们这个 变量 在内存中的 一个身份标识 就类似于我们的 身份证号码 是一样的 它 你可以把这个 数值呢 简单的理解为 LINE代表的 指向的这个 你好 控制这个字符串 的内存地址 这个时候呢 我们 把LINE 再等于 不好 之后呢 这个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LINE 我们发现呢 这两个数值呢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LINE 这个变量 我一开始呢 我是指向的是 你好这个字符串 后面呢 我给LINE 重新复制 它重新指向了 我们内存中的 不好这个字符串 但是原先的 你好 这个字符串呢 它并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 字符串不可变类型 指的是 我们LINE中 原先指向的 那块内存的 地址呢 那个地方 那个值是没有改变的 大家一定要理解 这个地方 LINE 改变的是 LINE这个名称的指向 而原先的地址中 拟好这个内存中的值呢 它并没有改变 这是给大家提一下 给大家注视一下 方面的 课后呢 检查看 返回 自符串的长度 Ib函数 扮回 一个 身份 世界负 可以 以解为 一个 变量的 内存地址 今天的第二节课呢 我们就10点40分 我们先讲到这里 如果有问题呢 大家在群里提一下 我后面呢 就是烧毁的时候呢 会在 上课之前呢 给大家 再一一的解答一下 好了 我们先暂时 休息一会儿